你相信命运吗 你相信宇宙有磁场能量吗 你相不相信 人生有一定的人生轨迹呢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先订阅我 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上面的提醒 并且跟各位说一下 频道现在五万多订阅 我们现在正在充十万的订阅量 麻烦各位动动手指 帮我们订阅订阅一下 甚至帮我们转发出去 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粉丝 各位帮忙一下 谢谢 谢谢 你有没有发现 像电脑 手机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摄影设备 所有全世界 现在目前在世界上 最精密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人发明出来的 那这些东西 这么样的精密 发明出来之后 担心你不会用 譬如说我们这个相机 或者我们的手机 因为太过多的功能在里面 它会附给你一本什么 使用说明书 是的 使用说明书 为了就是让你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使用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查明 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 这些东西怎么用 这是不是让你在操作起来 更加的轻松 更方便呢 可是我经常说 老天呢 给我们人类开了一个 最大的玩笑就是 这些精密的东西 都是人做出来的 所以人一定比这些东西 更为复杂 所以我们经常说 人心隔斗皮 人心难测 而且人的性格 会很大的改变 到底这个人 要怎么样使用自己 老天实际上 没有给我们一本 使用说明书 所以有些人 把自己用好了 就变成人物 像什么郭台铭 现在目前 AI的教父 黄仁勋 像这些人 都是非常棒 现在目前都走在 时代的尖端 甚至很多的一些杂志 都在报道 这种人叫人物 另外一种叫人才 就是在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只要 交办事情 就可以把他 做得很好的人 他有想法有创意 可以把很多事情解决 这叫人才 另外一种叫人手 当自己不大 会使用自己的时候 把自己都用成人手了 也就是你都不用大脑 老是人家 吩咐你 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的成长也好 或者你的能力来说 事实上是非常有限 所以当然你可能 这辈子 要获取的金额 或者成功的指数 也不会太高 那另外呢 更夸张的 第一个是人物 第二个是什么 人才 第三个是人手 最坏的 把自己使用成人渣 你看那些 错间犯科的 是不是都让父母亲 感觉到非常伤心呢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同样都是人 为什么在不同的 使用之下 自己都变成 不一样的产品 如果今天 人有一本 使用说明书 是不是不会让自己 偏离的这个轨道 能够走上正途呢 所以当时 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我也一直觉得说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 一直知道说 前一阵子 我有一个新加坡的学生 过去因为我经常在新加坡上课 他当时是我在课堂里面的学生 突然那一天联络了我 来到台湾之后呢 他跟我分享 一个叫数字易经 这个数字易经 他研究了几年的时间 他发现 其实人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日 做一个计算之后呢 就可以算出一个人的一个属性 各种不同人的属性 就有不同的特性 他有点像星座 不同的数字 有不同的特性 本来我过去到现在 我都不是一个 你相信命运的人 但是我还是会看老高节目 看一看金字塔 怎么盖的 是不是外星人来了 你会发现 不可以解释的东西 到底怎么来 这就是一种 类似像玄学一样 像这一种数字易经 坦白说我过去 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但是我觉得 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方式 能够让自己 可以看看自己的特性 就好像自己可以做出 自己的一个 使用说明书一样 然后呢 我们自己可以知道 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 包含未来的流年 会怎么样的走向 给自己做一个参考 我觉得也是不错 你也不要说完全信 我们就把它当作 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东西 我就觉得 用一种有趣的心态 去了解 后来我还真的 花了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三天 老师经常都在上课的人 我已经十几二十年 不曾坐在底下当学生 乖乖的在底下当学生 学了三天 那当然了 三天之内 我也没有办法全部学会 但是我在里面 就发现挺有趣的 有些东西 还是有它一定的 轨迹跟逻辑存在的 怎么样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到底你是属于几号人 如果有兴趣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是几号人 你有什么样的特性 数字已经有比较特别的是 它里面还有一些过程 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要跟各位提的 就是说 在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 纯分享 因为老师也没有很厉害 就是学了一次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沟通 因为我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 经常也会遇到很多鸡同鸭讲 就是说你跟他讲人话 好像他也听不大懂 比如说你跟你的儿子的相处 或者你跟你的媳妇的相处 或者是上一辈跟下一辈的相处 好像都很难沟通 但如果今天可以透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从数字里面分析一下 对方的数字 就跟我们做业务一样 知己知彼 你就比较知道 怎么样跟他沟通 像一号人这个人有一种特性 就是他喜欢直来直往 所以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 如果你跟他形容了很多 他就觉得说你很啰嗦 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管你是做业务的也好 跟你的小孩沟通也好 在生活上面之间的交流也好 也许都可以透过这个 所以我是这样想 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学完之后 你要自己回去算 到时候你是几号人 麻烦你在底下留言 我会请新加坡的老师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是几号人 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我会找专家帮你 所以我们大家来玩一玩这个游戏 来看看怎么算 首先我们会一个三角形 在开始之前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这几个重点 我们待会的计算方法 是由左之右 由上而下 从上面算下来 两位相加等于一个数字 比如说10 10的话你就要1加0等于1 就这个意思 最后要加到一个数字 但是有个特色是 如果这个数字你遇到9 遇到9是不加的 比如说1加9等于是1 就9没有加的这个意思 算法是这样算 我们用西元的出生年月日 1970 这样就泄露了我几年次 就是1970 那么月份呢 02 2月25号 就是说你今天 你的生日就是这样写 西元你是几年写在这里 然后你是几月几日出生的 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是由左至右嘛 2加5等于多少 7 很好 那0加2等于多少 2 就两个相加 只取一个数字 那另外呢 这个19 1加9是多少 1嘛 因为刚才说的9 是不相加的 所以1加9等于是1 1加0等于是7 我们再往下加 7加2等于多少 是9 1加7等于多少 8 8加9等于多少 因为9不能算嘛 所以我们就算8 很清楚的 老师就是8号人 到时候回去呢 自己也稍微写一下 跟自己算一算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比较独特的是有三个角 有没有看到 这个最前面的角 称之为事业 这个号码跟你事业 会有很高的连结 另外一个 7 在这个地方 这是爱情 也是有很高的连结 自己的号码是这一个 这是重要的 在整个号码下来之后呢 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不是说有1到9号人吗 一定有一些缺失的数字 所谓缺失的数字 就是你没有这个的数字 譬如说1 老师有没有 有 2有没有 有 3有没有 没有 所以老师缺失3号 我也没有4 我也没有5 6有没有 也没有6 7有没有 有 8有没有 有 9有没有 有 所以这就是我的缺失的数字 简单这么讲 这里如果是我们生命的数字 这里面每个数字 我们的手机里面 都有这样的功能 你有没有去启动它 但这些是我们吊失的特性 没有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补强 所以这也是给自己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们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是8号人 8号人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这种人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对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家庭 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 可是朋友一句话 都非常乐意地去帮忙 这是8号人的特性 你有没有发现 老师两边都有7 7号人的特性比较独特 7号人就是人脉关系都不错 以7这个数字来说 是属于事业 那表示老师是一个 就是人脉不错 就贵人很多 但是因为在事业这个地方 相对的你贵人很多 什么也很多 小人 小人也很多 确实 所以在做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不小心翻了小人之后 我们可能就赔钱了 遇到贵人之后 我们就赚钱了 但人际关系就是一个 我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仪归 在家庭爱情的部分有7 就这边表示很多女朋友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在这边有7 听说是桃花朵朵开的一个概念 但是相对的 桃花朵朵开 不一定是桃花朵朵灾 所以换句话说 这也有是一个粉丝的概念 所以也好像有点道理 你看老师的频道 70%都是女性 所以也很多粉丝来自于这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可以去了解的概念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在9号人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坦白讲 老师也没那么厉害 我只是希望各位 今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 把它学起来 你自己算一算 在底下留言一下 你是几号人 我就会请这个 在新加坡的世然老师 跟你回复一下 那么另外呢 在这边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世然老师请到现场来 请他亲自来讲解 老师来访问他 什么是1号人 1号人有什么特色 1号人的优势在哪里 劣势在哪里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系列 跟各位来做分享 帮你自己写出一个人生的 使用说明书 协会在9月25号 你会专程请到老师从新加坡飞过来 在协会有一个免费的讲座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们报名哦 老师是一个爱学习也爱分享的人 只要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 看我频道的朋友 我都会赶紧的迫不及待的 把我学到东西全部与你分享 希望我们也可以一起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再次重申 这里没有任何迷信的关系 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 就像你自己参考 像你的星座一样 更清楚自己也更清楚别人 在更加相处之下 我相信就会做得非常棒 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最后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要充10万粉丝 大家继续加油一起充本中 希望各位也能够为我们加加油 打打气 帮我们按按订阅 转发给更多人知道 今天影片到此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一次 期待我们找到这个诗安老师 来帮我们分享 1到9号人的各种特性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我是出生年纪是什么时候 1970都快忘记